安大家 今天呢我在竹北 這一次呢我要來一個 兩天一夜的竹北小旅行 今天就想說要來試試看 離我非常非常近的竹北 就我發現搭高鐵從台北 過來這樣30分鐘 然後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今天晚上要做的民宿 我剛剛已經先來check in了 現在差不多是下午5點鐘 帶你們看一下我今天住的地方 我不確定現在有沒有人 所以我講話不敢帶他來 這個是我今天晚上住的空間 就是從剛剛進來這個住宿區 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就是左邊這邊有八個上下鋪 總共八個床位 然後這是一間就是女性專屬的 背包客棧 就是男生是不能住 對男生比較可惜 可是對女生來說 就會有一種比較安心的感覺 它其實就是一個 還蠻令人安心的小空間 然後它是色調是白色 配一點木頭色 其實我覺得整體非常的舒服 然後你進來這邊 也不會覺得空間很狹小 其實就是還蠻大的 足夠你伸展 然後這是他們廁所的空間 就是有好幾間淋浴街 然後廁所 廁所就是民宿一進來之後的空間 對然後在這邊你就可以拿你自己的小拖鞋 對然後這邊就是他們交易廳的空間 其實你走進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很舒適然後香香的感覺 然後就有一些基本的微波爐啊 飲水機等等都可以來這邊使用 而且我覺得這個背包客棧很酷一點是 它全程是自住check-in 對就是你不會看到任何的房務人員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處理所有的事情 之後就進到這邊 它一個晚上是900塊錢 然後你還有一個大窗戶 啾啾 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好啦反正我先出去好了 竹北 go 這趟行程我決定 我不要開車 我也不要騎機車 我就是要用走路的方式來完成這個旅程 有的時候 開車雖然很舒適 但是你就少了那個在城市之間走動的感覺 就是你有時候真的想要了解這個城市 真的是只能透過自己的雙腳一步一步的走 會更有那種很深刻的感覺 好啦 反正大家就陪我一起走吧 這是什麼地方啊 西河四地 這裡有一個神奇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在城市中間 然後突然有一個很古色古香的地方 然後就是有很多像這種 應該是比較客家文化的建築吧 這個地方叫新瓦屋文化保存區 然後你走進來就看到很多就是以前的建築保留下來的痕跡 其實蠻漂亮的耶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建築物旁邊 雖然有一些現代的東西 但都還是保留著 以前的陶瓷器 超喜歡這種窗花的 超復古 你每次進到這種老房子裡面 都會有一個 屬於老房子的味道 不會說它是不好聞的 它就是有一種木頭 然後跟石頭 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上次我去彰化 住那個老屋改造成的民宿 也是這個味道 小心撞頭 還是撞到了 好痛 太高了 好想來到了不得了的地方 這裡好可愛喔 它的那個牆壁都是老房子的感覺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這是一個小池子 然後這邊還有井裡 一個白色的井裡超可愛 真的感覺超舒服的 很漂亮耶 哇 好喜歡這邊的外景 這邊其實是今天早午餐 然後算是這邊開最晚的 它營業的時間是到晚上的八點 但是這邊其實其他店家差不多五六點就關 所以大家來的話記得要早一點 看到葡萄氣泡酒 然後我今天又沒有要騎車 是不是可以喝呢 怎麼有一點幸福的感覺 他們店長跟我說 因為就是這邊的老闆 他本身是在經營有機農業 所以其實像這邊的就是菜單上一些東西 都是跟有機農業有關 然後像這個就是來自於彰化 這是彰化的金釀乳葡萄啤酒 還滿順口的 它是一個很順 然後帶有一個葡萄香氣的感覺 白天就開喝 幸福 好好吃喔 那會是他們店家自己手工自己做的 脆脆香香 好像有點QQ的 那我這個剛剛煎好的口感 好好吃喔 乾杯各位 讚讚咖啡廳 拜拜 我現在處於一個很快樂的存在 繼續在這個城市之間漫步吧 Let's go 我現在是快樂的阿金 天空好美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竹北的遠東百貨 通常我去旅行比較少會去百貨公司 但是聽說這一間很特別 因為竹北的遠東百貨 它整個七樓啊 這邊都是用這種客家建築的風格 去製作而成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餐廳 外面都是客家風格 超特別的 其實做得滿好的耶 它這邊的燈籠 全部都是客家花布做成的 然後所有餐廳的門口 也都是用這種就是民視的建築 你應該在其他地方 完全看不到這樣子的百貨公司 好可愛喔 其實竹北一帶 現在會有這麼多這種 就是客家主題啊 風格的這些建築 原因是因為以前 就是閩南人啊 然後客家人 跟原住民開墾的交界地 所以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在城市之中 找到很多 就是遺留下來的 以前客家有關的建築物 有一種新舊混合交界的感覺 就是在這麼現代化的建築之中 你還是可以看到這些老房子的遺跡 我覺得讓竹北這個地方 就是很有特色 既然還有彈珠公賣居 就是像以前小時候 可以打蛋桌的地方 哇 一定要贏 拼了 怎麼還生長一些奇妙的東東呢 什麼東東 這不是一個餐廳嗎 怎麼還伸長一些奇妙的東東 啊 太誇張了 哇賽 它整個搭了一個 一整個景耶 天啊 這都是一些以前的唱片 我除了我的天啊之外 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去讚嘆 就是覺得明明只是來吃飯 但結果這個餐廳竟然藏了這麼多東西 好神奇喔 這 這是一個博物館好不好 那種走進那種電影場景的感覺 就是很像那種搭景搭出來 然後來拍電影的地方 從這邊二樓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它上面這個看板 還有天空 會不會有觀眾是真的看到這些東西 會覺得 天啊那就是我那個時代的東西啊 如果有的話一定要跟我分享 這些東西真的是屬於你的年代嗎 然後到底是屬於哪個年代呢 剛在查人東白貨的時候 也剛好查到這一家 我覺得它實在太酷了 我覺得這次一定要來 雖然它感覺比較像是那種和菜 真的是吃喜宴的時候才會來的餐廳 但通常都是很多人一起來 然後我只有一個人 好 謝謝 好的 我的餐點來了 這邊的分量真的都 就是三到四人份 其實不是那麼適合一個人吃 然後我點一個油雞水蓮 然後這個是他們招待的麻糬 然後我點這樣一整桌 加上這個彈珠 其實總共是590塊 建議大家就是 多少錢有沒有一起再來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 太久沒有喝了 我剛剛看到的時候 覺得天啊這個飛一點不可 Oh my God 彈珠好懷念喔 掉下去了 看一下是不是以前那個很化學的那種淡珠起司的味道 就是這個化學的味道 今天明明只來的半天 到我現在覺得好累 我真的走了好多路 如果我很喜歡這種走路的感覺 就會覺得還蠻放空 就是很單純的在走路的感覺 就是大家如果出去旅遊啊 有時候其實可以不用安排那個景點之間的距離要這麼遠 就在一個小小的地方 然後走路的方式 其實你可以在路上 就是意外的看到還蠻多 你可能不覺得你會找到這個景點 就會意外的撞見 享受那個旅行的意外 吃完了 超級無敵飽 又來到了一個人旅行的缺點 就是有時候要吃這種餐廳 真的會分量太多了 我吃超級飽 其實今天店我真的超級喜歡 1樓的那個景已經很了不起了 然後2樓竟然還有更多的收藏 感覺出來老闆真的是一個非常有熱忱的人 剛查了一下那些物品 好像差不多都是50年前 可能就是我爸爸那個年紀 他看了會覺得 喔對 這就是我小時候的東西啊 那種懷舊的感覺 可能我覺得這家餐廳推推 就是大家如果來竹北的話 真的可以跟一些親朋好友 一起來這邊體驗看看 然後現在呢 已經是晚上了8點半 我大概要22分鐘 就可以走到我今天晚上住的地方 然後因為這個過程非常的漫長 所以我們就等下今天民宿見囉 歪歪 大家 我個人已經喜歡早餐 我們現在已經很溫暖 在這頭房 我現在準備要睡覺 現在已經超過12點 所以我講話都很瘦瘦 感覺這個民宿住在鄉鄉的 很乾淨的感覺 感覺很像回到自己家 甚至比自己家還好 乾淨 今天走太多了 我腳真的超酸 快睡覺囉 掰掰 來自深淵 你看到台湾睡覺好累 在那邊睡得很好睡 不想起雲 好 好 現在是早上10點半 然後這家1點就關了 早在店 我現在來了 看能不能吃到 最推薦的是什麼 蛋品是因為有幾個比較多人點的 像是古早味醬油 然後還有燒肉 謝謝 應該可以 我有帶餐具 謝謝 應該可以請你們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幫我直接切在這上面嗎 這個 真的耶 這裡嗎 對 都可以 你想切哪裡都可以嗎 今天是25嗎 啊 有點歪掉了 好豐盛的感覺 好的 分量 我發現其實它的蛋餅分量非常大 一個人吃要三隻 這個我如果沒猜錯的話 應該是起司 泡菜 肉排蛋餅 它超級無敵厚 這家我剛剛查的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它是新竹很少住的粉漿蛋餅 雖然跟我之前吃的粉漿蛋餅 的感覺不太一樣 但是它也跟一般常吃到的那種皮 也是不太一樣 它看起來有點粉粉的感覺 吃吃看 尤其是我在吃蛋餅 我覺得我有一種在吃披薩的感覺 它的那個有泡菜 不知道為什麼有 有那種番茄的味道嗎 酸酸甜甜的那個味道 然後加上它又有狗一層起司 然後再加上肉排 這根本是披薩吧 我們有很大的保住感 吃吃看它的鹹粥 上面就是有撒 芹菜啊 油條 下面好像還有一些什麼 香菇 其實蠻豐盛的 它感覺是什麼 蔬菜鹹粥嗎 它裡面是沒有肉的 就其實它吃起來有種 清甜的感覺 通常好像還是比較習慣 是有 有加魚嗎 就是它會有一個鮮味 那它這個就是 比較沒有那個鮮味 雖然是一個 沒什麼負擔感的一個鹹粥 好飽 這個絕對是兩人份 嗨 嗨 耶 好 謝謝 謝謝 掰掰 你看現在珠貝有什麼好玩的 除非有好吃的 好 前面有甜點店 然後 早餐店 掰掰 早餐店就是你們了 早餐店好吃好吃 好吃 哈哈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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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俗称的豆腐盐 就是像这样一颗一颗的石阶 然后很像豆腐的样子 这边其实很多石头它已经有点 经过那个水的侵袭 它就有点凹凸不平 我觉得看起来很像是不同形状的 一颗一颗的豆腐 也是蛮可爱的 嗯 这个真是有点挑战我的小短腿呢 啊 啊 这距离越来越大了 现在我来的时候好像是退潮 因为我有看一些网路上的照片 它的水其实比较高 甚至会淹没有一些的那个石头 所以大家来的时候自己要注意哦 其实我看IG还蛮多人在这边 拍蛮厉害的照片 我觉得这是一个适合拍照的地方 反正我觉得应该就是四五点 可能傍晚来这边看看风景 拍拍照还蛮适合的 哇这个路途真的是千辛万苦啊 好啦我要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多多太阳了 豆腐岩拜拜 其实豆腐岩旁边的这条叫做头前溪 加上竹北很肥沃的平原环境 在很久之前 人们就是从这条头前溪的出海口开始发展 一步一步的发展到中上游 现在虽然竹北充满了大楼 但其实还是可以在城市中看到很多充满历史的建筑被保存 骑完脚踏车了 这真的是一趟非常精彩的旅程啊 我觉得我应该大概瘦了一两公斤了 真的已经很久没有骑脚踏车 骑这么远的距离 其实蛮爽的 反正呢 我现在要去的是昨天的店长 推荐我的那个咖啡厅 这个地方呢 叫做伴母院子 听说是一个三层楼的咖啡厅 然后非常的漂亮 好啦 来看一下呗 发现这两天在咖啡厅都是白天就开喝 这个呢 刚刚我问店员说我平常比较常喝的是18天 然后他说这个 生啤酒好喝 然后这个是8% 它的颜色很深耶 它的那个啤酒 层次很多 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是有那个 就是生啤的感觉 然后甜甜的香香的 然后但是他最后尾巴又有一个微微苦苦的 最尾巴有一个不是那么那么那么喜欢的味道 但整体他真的是一个充满层次的旅程 这是他们的胡萝卜蛋糕 我刚刚看到它里面有肉桂的成分 我就脑菠肉就点了 肉桂的味道 真的好香喔 好满 发生一些 加实海绵蛋糕的路线 然后有肉桂香气 有点柠檬 柠檬的酸味 韦晋有个肉桂香 加上这个鲜奶喔 嗯 像说我刚刚这样点凉的时候 公司400块 这个小小贵 主要是因为这个装潢 可能还有地段 不过以甜点跟啤酒来说 好给九颗星 我觉得好吃 这是个神奇的地方 所以它三楼其实就是会有展览 然后有时候要办一些手作课程 然后二楼是无菜单料理 一楼是咖啡厅 所以算是一个很多功能的空间 微笑小间 对 这个有点像是一个洞穴的感觉 对 哦 这个居然是可以进来的 要进来 哦 所以它三楼这边 除了这样的那个展览 定期会有一些课程之外 这边居然还有一个小小的洞穴空间 然后有个六人的座位 刚刚我们在一楼吃那些甜点 其实就是你要预约的位置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享用 超酷的 刚刚其实在一楼他们有招待我喝那个茶 然后我觉得很好喝 你看他们其实对于他们的瓷器 然后还有茶壶 还有他们的茶都是非常讲究 对我觉得喜欢喝茶的人 真的很适合来这间 好喜欢这个空间哦 待在这里面会觉得很安全 想要讲什么秘密 都不会有人偷听的感觉 适合来这边跟你的朋友们 一起讨论你们的小八卦 好酷 神奇的洞穴咖啡 拜拜 嗯 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家里有长辈啊 或者是爱喝茶 然后是喜欢那种很有文艺气息的人吗 我觉得很适合来这个地方 很酷 推推 回到民宿了 这两天真的算是一个比较悠闲的小旅行 就只有在竹北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行动 然后我觉得这趟竹北旅程差不多到这边就要结束了 我必须要说这一整趟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背包客栈 我觉得真的是我遇过的所有背包客栈里面最好睡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位置真的就是很方便 就是离高铁很近 所以我觉得对于可能环岛啊 或者是长时间旅游的人来说又会更加的方便 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安排新竹的旅游 可能可以规划一个半天 或者是一天的时间来这边 对但我觉得竹北就比较主要还是吃的啊 或者是一些室内的景点 我个人比较喜欢 听我朋友说最近竹北好像算是在发展 感觉未来也会有更多特别的商店 算是一个蛮令人值得期待的地方 这两天真的有一种放假充电的感觉 去到一些蛮特别的小店家 就觉得很开心 觉得好像又发现到了一些新的地点 那大家如果看了影片之后也有喜欢的话 也可以去体验看看 然后再跟我分享感觉 好啦 反正各位竹北的人类们 或是来过竹北玩的人们 你们觉得竹北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 都欢迎在留言下跟我分享 如果是你们觉得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下次想要我去也可以跟我分享 好啦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这两天过得很开心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有感觉到放松的感觉 下次再带大家一起去更多地方玩吧 那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按照留言跟分享 还有第二个关键小叮噹 我是基底的那是iPad片 然后我也喜欢唱这个Gino 我们下次见啰 下次再一起去好玩的地方吧 拜拜 爱你们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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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